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糯米非常好吃的做法 吃过一次就会让人念念不忘 做法也特别简单 我们先来准备适量洗干净的猪类排 这些是石块 按个人口味,加入盐,五香粉,料酒 生抽 老抽 白糖 两小勺玉米淀粉 葱姜丝 然后抓捏均匀 可以多按摩一会儿 这样更容易入味 抓匀后,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冷藏3小时以上 时间越久,入味越深 取出冷藏好的排骨 挑出葱姜丝 放一旁备用 200克糯米要提前浸泡一碗 淘洗干净 再准备一些新鲜的棕叶 清洗干净后 捡去头尾 捡一片中叶,放上一勺糯米 加一块排骨,裹上一勺糯米 再放到中叶上 上面再放上一勺糯米 然后卷起来 一定要卷几时 最后再用中叶条 记一下 其实收口朝下不用记也不会散 但是我感觉这样会更好看一些 看,像这样就可以了 都煮好以后放入到蒸屉里 凉水上锅蒸 水要多装一些,否则容易烧干 水烧开后转中火 盛50分钟 开盖的一瞬间 真是香气扑鼻 取出来之后晾一会 这样我们的葱香排骨卷就做好了 葱叶的香味 深入到了排骨和糯米里 糯米又充分地吸收了排骨的滋润和油份 这味道真是绝了 太香了 比粽子好吃 又诱人 这味道真是绝了 保证你吃完了一次还想吃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